嗨大家好,我是CZ 一提到深蹲,大家都知道是对腿部最基础的训练 今天呢,我就带来15种深蹲辨试 每一种做10个,共150个 每做50个我们休息一下 当然还是蛮有挑战的 这道花式深蹲应该算有趣 会给你总做普通深蹲一个调剂 达到燃烧脂肪、速腿、开心的目的 你准备好了吗? Let's get started 我们做准备 第一个动作是偏侧蹲 一次脚抬起脚后跟,大概承受20%的力 主力腿承受80%的力 交替进行 这个动作是对自重深蹲的进阶 毕竟单腿承受大于50%的力 练好了可以过渡到单腿蹲 接下来是向铺蹲 五四头肌参与减小 臀部、内收肌和外展肌参与增加 注意膝盖不要内扣哦 然后是深蹲接踢腿 踢出去的时候拉伸了腿后侧的肌肉 注意上身不要后痒 这个动作也很好的锻炼核心 然后是侧叶部深蹲 动起来换方向的移动 锻炼我们的agility、机密性 也加强了下有氧 然后是静止蹲 不能忽视了肌肉等长收缩 每一秒算做一个 加油保持住 50个了 我们休息30秒 接下来我们做全蹲 大腿后侧能跳到小腿 完全地蹲下 是很好的功能性全幅度动作 注意起身的时候不要向后倾 撅着屁股起来 整个运动轨迹 头顶是直上直下的 核心发力要控制好 全蹲比普通大腿平行于地面的深蹲 动用更多的肌肉群 而且更好的锻炼关节的灵活性 然后是深蹲接体肿 锻炼下小腿肌肉 以及脚踝的灵活度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又找到了 穿12厘米高跟鞋的感觉 接下来是深蹲跳 刚刚的体肿算是给跳跃一个热身 做到这里已经完成一半了 坚持住小伙伴们 冲呀 然后是深蹲接腿环绕 很好的灵活了宽物 核心收紧保持平衡 上身自然值 然后到垫子的一头 做深蹲走 也可以叫鸭子走 走到另一端往回走 共10步 然后休息 下个动作做准备 迈开一大步 侧工步在不完全起身的情况下 左右胶气重心移动 侧工步很好地锻炼了臀部侧面 视觉上减小臀部凹陷 它还拉伸到内收机 yes great just do it 然后是深蹲接后工步 不需要向后 迈开太大 因为和深蹲 身体前倾 大概保持一直角度 重心不在两脚之间 而是更拼向前侧的腿 一下深蹲 一下后工步 送了一个 理论上应该算两个 但是我们就按一个算 然后走到电子前侧 坐下来 我们做背滚接站立 不要有手的辅助 这也是个有意思的功能性动作 如果站起来困难 可以更多地借助惯性起来 滚一下背 让学业回流一下 是不是很舒服 倒数第二个动作 我们直臂支撑 向前跳 双腿打开幅度大 然后双手合十 成瑜伽体式 prayer pose 也叫malasana pose 注意不要塌腰 这个体式 以及全蹲和深蹲跳 都不建议膝盖脆弱的小伙伴做 最后一个动作 宽窄去深蹲跳 hold住呀 胜利再忘 做完了 感受如何 说实话 做到最后 我腿稍稍有点抖 声明一下 这个锻炼是不粗腿的 是塑到腿部线条 瘦腿的 那想要腿练的粗壮一些呢 你去做杠铃深蹲 每组能做三到五个那样子 每组能做六个以上的重量 也不大能粗腿 另外爆发性锻炼 也是增长腿部肌肉的一个快速的方法 你看足球运动员 短跑运动员 他们的腿就比较粗壮 而马拉松运动员 他的腿是细长的 所以说比如长跑啦 刚刚做的有氧式下肢锻炼 是速腿瘦腿的 而大幅中的深蹲 以及爆发性锻炼 当然你要达到运动员的锻炼品次才会粗腿 这里就是给怕粗腿的小伙伴吃一颗定心丸 除非你是刚锻炼完之后的冲鞋 然后没有好好拉伸 造成粗的假象 又都说了 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 Bye Bye